一丈亲护三男 扮演者郑爽本剧播出后被人购定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就是护三男和王渊的戏份太多了 原住里满有这么多夫妻老叉科打混了桥的 护三男算是108将里的原职丹丹 可惜农珠问头被奋将搬了赔礼 如果叫给林冲多好 此郑爽分享欢郑爽 感觉是选男咬香 他参与过的比较有名的演示剧 包括六指琴摇 贺金花和李大碧丽 金楊梁 李泽天 杨皇后等 女者对那个杨皇后印象最深 当时感觉比刘小庆好看多了 下面虎诸妇 扮演者程思涵 作为杨山更新诸位的兄弟 有盒的同乡和救命恩人 金楊虎理营的徒弟 诸妇虽然本事不行 但也蛮不错 在杨山还捞到一个肥差 程思涵是一个北天龙套野人出身 他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出场 比如《东云雄大天下》 《第三珠黄》 《智取》《温虎生》 《老四叉天》等 最让大家熟悉的就是《西游祥》 《小摩天》李玄奔的师傅 如来 《哪一叉孙爱门》 扮演者杨丽笔者 看过好几个版《孙爱门》 最丰丝最好看的就是杨丽这版 就嘟嘟很温暖的感觉 杨丽紫及山东出身在陕西 他第一部允许大家注意的作品 就是那个《封传岸落寇》 《第一珠黄》那短的《封神堡》 此外他还在《五则天》里出演了《太平公主》 神与《喜来梦》里的喜来梦媳妇 《古圣岛十千》 奥运者孟耿成要说谁胡理绰号最传神的好汉 就属这位《古圣》走了 虽然十千排名压轴 但他起大的作用和战功 可比一些天刚更多 典型的技术型人才 孟耿成复若协武出身 他曾经和李龙杰到长军 一起入线武术国交队 在有世界先后参远过蓝交价 白眉大小等剧 当然让大家印象最深的一个角色 虽然是更极少的名气很大梦见里的短篇大作 被注射一怕哄死那个 青年高球 奥运者孟耿高球的经历 告诉我们一个奥运 必多不乱生 多学一点有奥运处 当然 历史上的高球和石虎传里的高球 不是一回事 孟耿 用这个名字就知道 一定和先生有点关系 同事兄弟 水虎传里弟弟远 一点堂堂的小旅馆 哥哥远一眼没所的高球 天龙八度 弟弟远公子没能复 哥哥远跟班冯多年也就到了 最后还要被打死 苏氏 扮演者唐国前很多人骂闷 水虎人助力没有苏氏啊 这中间确实有点热 首先历史上的高球 确实曾是苏氏门下的一个小墓书 苏氏远京之后 将他推荐给王静青 其次奥仗小说文中所写 推荐高球的是小苏学士 那就应该是苏氏帝帝苏哲 老远最后采用了历史版 唐国强老师算是捞着了 在他昏黄的影视力力上 加上了一个苏东坡的大名 使他的角色版图更为高大赏 金翠莲 奥仁者娱乐仙 带来一个很普通的小角色 一个碰上渣男的可怜小姑娘 偶遇李提侠 帮忙出头打死渣男 不过用现在的法律看 关西老师只是大的问题 李提侠则要吃上人用官司 后来金翠莲又找到一位金主那些 可见此女容貌 应该相当不错 李奥仙帐一听有些陌生 换一个现代脚 就如明过来了 身为本身的书的小姑子 我不知道现代脚 对李奥仙是幸运还是不幸 高杨美 帮演者洪剑他王美这个词 大概就是从高杨美开始成贬喻了 不过他对一个女婚妇女 如此痴情寻死命回的 他不是那什么什么空吧 同见他 语者记得很早以前 就在一座三线城市小破老会上 看过他的小品 当时对他印象比较深 没想到他和男兴徒如此顺利 本剧倒没什么 春世帮的故事 让他一举成名 不过 他当年那个小破老会上的搭档更牛 少风 际仙丽依侯 扮演者王玄友从高球陷害林冲此事上看 其实自已指的不是高杨美和高球 一个他色一个互独的 也算言之常情 立先作为林冲的朋友 全程设计陷害还要取人性命 这才是最大恶极 此有遗辜 王玄友 平纪任想生出生 此剧也没给他带来多大关注 直到梦见日出 丽依立刻取代王玄友的名字大伙 不信你拿他照片问问 能叫出王玄友的凤芒领奖 人冲男子扮演者王金华 在守护众与各种男子里 他算是最守洁的一位了 愿对高杨美愿愿上变自伤 你想想其他好汉的男子跟什么样吧 王金华五官不错 摔写蓝像 他其他能引起大家关注的作品 还有盛兔花将将对王里的刘热心老婆 太平天国红山江 老人高求 扮演者为专门高求 又是一位被小说毁了的历史人物 青龙在历史上高求算不上什么忠诚 但也并不是什么热冠老人的奸臣 他至少有一些战功 而且在对待提学他的宋氏交人上 他做的很够意思 显现了他之恩徒霸的颖眼 与其他每和城市们来说 他算幸运的了 立高乐老师简直是中国古代奸臣形象级大成者 上市姑娘图案假 三德远异司马役 再加上这个高求 此外还有湘西脚斗季的土匪头子 三毛从军记老公游子 爱情公寓里冰冻着一打的老头子 由二 扮演者李奇一个耿直的扑皮无奈 一个耍起愣愣不要命的混混 刘岸这个角色简直是为一根筋的男子量身打造的 春菜厨子李奇老师也算是小人的形象老戏骨 和刘岸内父 李奇从小也是一个柔软魂的玩乐少年 他1991年成为北漂 幸运得到同香锅拔的皮鞋 出演了小品大呼吝 之后进入综艺道观和谜评 搭档过一个小品 然后就是央视春晚一个钱包 除了本剧之外 他在小翻译当里 出演了打此都不说的厨子开始走红 托塔天然长盖 扮演者张志忠 长盖算是熟虎里的丰情人物 最后也成为很多团队领导都忌讳的一个扮演词 以者一直坚持的观点是 小说中和此长度的吴贵乎三个人 孙怡花 所以最后吴贵书一起追随孙附近 张志忠虽然作为演员名气不大 但他是有的两个角色 却是会计人口 才到之前 他在三国演义中成功演义了马肃 袁婆西 扮演者沐昕 愿好以至袁婆西做刘响张三 袁婆西最近运火了 不过这是张云梅版本的 其他版本叛心是合理没有 贵德刚唱的是一堂春的《老小王三》 语者也认为 袁婆西这个形象不好 或是仰汉子 怎么看也是不断德的 沐昕 能查到的角色不多 除了袁婆西就是大男太后 语者对她印象深 主要是她乃是属虎传中最性感的一位了 算将真的是大舔听语 河青 扮演者康宏雷 这个河青是河涛的弟弟 就在侦破生成竿的时候 内功也提供了情报 导致白圣被终 不过奉起来也是一个关键能力啊 能有白圣被终就能有朝代被供出来 能有朝代被供出来 就不会有奉姜奉姓 能有奉姓就不会有刘堂奉金子 能有奉金子就不会杀人婆西 不杀人婆西奉姜就不会跑 就不会有后面金风转 还有闹姜奉等等 哎呀 原来石虎传的也就在这小小的和亲身上啊 这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 看红雷 凭借指导激情燃烧的岁月 何事边突击一举成名 潘金言代言者王思逸等剧把潘金言 做了一个大胆的重新设计 让他有了一些人形剧的戏份 婚姻不幸福 出轨只是无畏爱 有点颠覆 王思逸算是凭借潘金言在当中一举成名 随后广告 上春晚 电视剧各种通告不断 不过补者认为 他这款潘金言仗 一看片蓝帮不内看 可能王思逸还是适合谁装计吧 王婆 帮人者 李宁且林初被陷害背后的小人是猎女侯 而李大郎被害背后的小人 就是王婆 有时候真的是小人难防呢 王婆最后的现场 比潘金言还惨 其目凌劳 闻人性 李宁且老师在上个世纪末真是火 除了王婆这个丹人恨的角色 那就是人嬷嬷了 关键这个人嬷嬷 随着一些明星出世 卡拉被塞出来 从之前招人恨的角色 变成了正义使者 你说道不道 西门性 扮演者李强这款西门性 是比者喜欢的 有些如雅之气 其他版本的西门性 多少都有些猥琐感情 你想啊 潘金言也曾见过世面的女人 一般的荡荡公子 她也看不上了 李强大光荣经典角色 除了这个西门之外 还有一个那就是烈火金刚里的西门 潘广 潘广 扮演者雷克山赠宋 北宋的人除了官僧之外 金城里最差劲的就是这个铜广了 其他奸臣最多在内朝货货朝政 潘广是直接被前线货货了 所以宋青宗即便立刻杀了他 雷克山朗先生 那是正朗戏骨了 朗汉相亲 宋青乔家大猿是她的代表作 芳拉 大猿者粹在真实历史中 芳拉可比宋江磨得多 人家正经是能名起义领袖 宋江在历史上好像就只有36个人的队伍 宋戴的经典形象 除了芳拉之外 就是《三国演义》里的王萍 最后介绍两个名气道的大女女 潘巧云 大女者能力潘巧云这个角色 比潘金炎稀采 潘金炎好歹杀了清妃死了一宫 潘巧云只是通军就被火管了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能力可略是群才 她十几岁就获得荷苑维勇冠军 然后又入射击队 成为王立夫队友 获得全军射击冠军 之后考装系被刷 但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从此本身了演义事业的勘装大导 李诗诗 扮演者何庭李诗诗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但似乎有两个 一个是何庭贯任几道何周当院交往的李诗诗 这个李诗诗多次出现在他们几个人的词作中 又一个才是何奋徽专命运交往的李诗诗 因为年龄不对 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 那宋徽专要比李诗诗小二十多次 有新学者认为 第二个李诗诗是传说 笔者倒觉得很可能第二个李诗诗只是贱名 毕竟周端为他们把李诗诗炒得太浑了 不管是哪个李诗诗 他们的符极都不太好 不是刺杀就是冤死 笔者觉得本剧导演 让李诗诗和任青苏都是最好的结局了 李诗诗这个角色 对何秦太重要了 虽然仍值比起小乔兰 似乎没有耳气 但凭借这个角色 何秦完成四方民主大卖怪 篇幅有限 如果不交有其他决策收获 不妨医疗 解答百诗虎仲天当心有人急紧 先扯出五丰绅士谜团